正式官宣广东的一哥呢 拥获了重大的喜讯 杜丰独贯实力大增 那么辽宁跟浙江队呢 接下来要麻烦了 广东队依旧要未免四年贯 能否做到呢 谈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 感谢大家 咱们共同呢 跟大家了解到 作为广东侯友队的一哥 也就是易建联 他正式呢 拥获了重磅的喜讯 担任了东广市的政协委员 可以说呢 现在的阿联呢 不仅是广东侯友队的老大哥 而且呢 现在担任了重要的政协委员 可以说呢 阿联是迎来了双重喜讯 那么对于阿联呢 他过去的比赛当中 他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 为何会拿到如此高的勇运呢 如果大家有认真了解过 那么易建联呢 帮助广东侯友队效力的时间呢 已经长达了十四五年之久了 另外呢 排名第一位的是周鹏大队长 周鹏效力的时间呢 是广东队最长的一名球员 而易建联呢 是如今排名第二位的 但不管怎么说呢 阿联他的忠诚度 他对于广东侯友队 对于东广清讯队伍 做出来的贡献呢 都是非常的巨大的 难怪呢 现在的阿联呢 被授予了这么大的一个奖励跟奖章的 看得出来呢 那么在如今的四杯队伍当中啊 还有呢 在如今的广东侯友队 阿联呢 是第一位 当任了重要的一个委员 并且呢 也是当任了广东队的核心 主力的球员 可以说呢 过去的队员当中呢 其实大部分呢 都是作为职业的运动员 很少会说呢 有哪名球员呢 可以获得当地重要的一个人员称号 并且呢 阿联 他是成功做到了 那么提到如今的一剑连呢 他在球场当中 哪怕说他过去呢 受到了跟箭断裂的影响 但是呢 对于阿联呢 他真的是保到位了 过去的这第二个阶段的比赛呢 一剑连呢 连续面对同系队 交出了31分的当场得分 另外呢 在对战者山西队轰出了23分 最重要的是什么 20个篮板球 阿联呢 可以说交出了非常出色的 20双的数据 另外呢 打到如今 阿联呢 基本上每一场比赛 得分呢 轻轻松松 可以拿到20分左右的数据 所以说呢 哪怕说本个赛季阿联呢 35岁了 哪怕说过去受到了伤病的影响 但是呢 这都不影响 一年在球场上 作为广东队老大哥的身份 现在来看呢 随着阿联 他获得了中棒的荣誉 获得了中棒的称号之后 那么他在球场上 将会打得更加的积极 更加的用心 更加的用力 并且呢 率领着广东红队 过去的比赛当中 哪怕说 大家会看到 阿联在球场上 脾气依旧很大 哪怕说呢 跟球员之间 包括了对战对手 忠诚 包括了之前对战 手钢队也好 对战 其他战队也好 都是拿出了 很强悍的一个体魄 跟身体对抗 来跟对方硬碰硬的 但是呢 可以看得出来呢 阿联呢 他的这种态度 这种拼搏的精神 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 依旧是非常的强悍的 过去南郎队伍当中呢 阿联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 所以说呢 阿联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双喜临门 迎来了双重重磅的喜训 接下来呢 随着阿联他的接连爆发 那么本个赛季呢 阿联 依旧能够有巨大的信心 率领广东洪队 未免四连冠了 相信呢 阿联能够 拿出他百分百的实力 跟信心 迎来双重写训之后 能够完成这个重磅的踊跃 而对于辽宁队 以及呢 浙江队来说 本个赛季呢 想要去争夺冠军 要问一下阿联才行 相信呢 阿联依旧能够做到 让接下来 辽宁队浙江 守刚以及上海等战队 倡斗了 那接下来呢 大家是否支持和认同 阿联拥获了重磅的写训之后 能否继续 帮助红源队 拿到12座总冠军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继续分析探讨 下次见